再來,17 再來,14 11 快點,快點 這一欄寫上去 這一欄是si-mux 就x-mux 來,那這一個是yi 剪掉 miy 欸,寫上去,快點快點 然後我告訴你 這個通常我們會給他一個代號叫做a 這個代號叫做b 然後下一個欄位,你猜會是誰呢 我啊 你們看課本其實大概也都可以看得出來啊 下一個欄位,這個是什麼 這是a平方 這是b平方 然後這裡是a乘b 來,我等你 你先把它寫上去 考試1234567 要看到這七個東西 這樣可以嗎 如果你不想被扣到任何分數 每個細節都寫得很清楚 就是1234567 這七個都寫出來 絕對就OK 來,我等你 欸,真的真的喔 我現在幫你把計算相關係數的流程把它整個去立下來 你猜一件事情要做什麼呢 你猜 要算什麼東西 要算平均 因為我們要把那個 那個叫什麼散布圖把它分割對不對 所以來,我們先算μx跟μy 誰告訴我μx是多少 這裡有五筆數據加起來除以50多少 快點啊,算一下 加起來除以50多少 黃之成問你 加起來除以50多少 這裡啊 加起來除以5啊 7 來,那請問你 μy 是多少 多少 6 是嗎 確定喔 好,那我們現在看這裡喔 把每一筆數據減掉平均數 來 2-7是多少 負5 來,3-7是多少 負4 6-7 負1 10-7 3 14-7 7 看好這邊 請問你 這個A欄位喔 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講話要講出來 這叫什麼 把每一筆數據減掉平均數 這個叫什麼 這叫離差 把離差加起來一定是多少 一定是零喔 如果你這一排這一行啊 加起來不是零 你中間一定有算錯 對吧 離差的總盒一定是零 可以吧 你看加起來一定是零啊 沒有錯啊 絕對是零 來,那我們來算y-μy 1-6 所以這邊是負5 再來 8-6 2 3-6 負3 7-6 1 11-6 多少 5 請問你 這個加起來 我等於零 當然有 好,那現在同學你再仔細看我這邊喔 把這些離差 平方之後 來,我們先把它平方 來,負5的平方多少 25 負4的平方 16,我會顯快一點 負1的平方 1 3的平方 9 7的平方 49 我們的課本喔 加起來這個數據通常是漂亮的 因為他希望你看起來 答案好看 來,這個加起來是50 對不對 呃 100 對不對 好 現在問一個問題喔 這個問題很重要 你上一次動考如果有好好學 你應該就會回答這個問題 請問你這個100 稱為叫什麼東西 瓦 瓦 這100是什麼 把這些離差 平方之後通通加起來 這個叫什麼 這叫離差平方合 寫上去 這是中文 喔 離差 離差平方合 離差平方合除以n叫做什麼數 變異數 對 開根號叫什麼差 標準差 對嘛 離差平方合 你除以n就變異數啦 對不對 開根號就變標準差 你知道吧 所以 這個離差平方合學過喔 我們課本這裡介紹一個新的符號 這個s的離差平方合 他們給一個代號叫做 S什麼 SXX 這個符號課本有 這個符號記下來 你說老師 為什麼要創造這個符號 如果沒有用這個符號 你猜 這個東西它的原始長相是怎樣 是S1 減掉什麼 μx的什麼 平方 加點點 一直加到 SN 減掉 μx的什麼 平方 這個書叫離差平方合 對嘛 你要寫這麼長 還是用一個代號就好 用個代號就好了嘛 這只是一個代號而已 這樣聽到嗎 好 那我們再看囉 這裡也是離差平方合 在哪裡 在這裡 -5的平方多少 25 2的平方 4 -3的平方9 1的平方1 5的平方25 來這加起來多少 30 30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我有沒有算錯 64 應該沒有 這個數據蠻漂亮的 64 這個64是不是也是離差平方合 然後這個離差平方合 我問你喔 X的離差平方合 課本給了一個代號叫 SXX 那你猜 Y的離差平方合 課本給的代號叫做誰 SYY 對 叫做SYY 這樣可以嗎 你說老師 課本什麼地方有介紹這個代號 在第幾頁你猜 就在你剛才的159月 那你就有介紹這個代號 這只是一個方便的代號 這樣可以嗎 來 那卓學你再看黑板喔 那請問你喔 A乘B是什麼東西 把這兩個乘起來是什麼 現在沒有啦 這就是有耗面積啊 你們這樣懂不懂啊 這個A乘B是什麼 這就是有耗面積啊 寫上去啊 對嘛 這很簡單的嘛 高中學的這東西 簡單的要死 到大學你都知道 不是這麼一回事嗎 有耗面積 我們等一下要求有耗面積的總合對不對 乘起來喔 乘起來 這個乘起來多少 25 這個乘起來 負8 好 別礙你嘴炮 來 這個乘起來3 這個乘起來3 這個乘起來 35 求你有耗面積的總合是多少 這是多少 60 66-8 所以是多少 58 我們算錯啊 應該沒有吧 好 然後我跟同學講喔 這個有耗面積的總合 我們數學上也給他一個代號叫做什麼呢 叫做 S Y 所以你這裡出現了三個新的代號 這樣可以嗎 來寫上去 我等你喔 有三個新的代號 S S SYY 這個叫 有耗面積總合 這只是個簡單的代號而已 好那我們要開始算相關係數 看我這邊 相關係數 人家如果問你的話 你就這樣寫 寫中文好了 上面要寫什麼 上面寫什麼 寫中文啊 下面這裡要除一個什麼 N 再SX 再SY 對吧 課本就這樣 課本就這麼簡單 樸實無法 就是這樣 好 那現在同學 你再看我這邊喔 哈囉 看我這裡喔 請問你有耗面積的總合 我們用了一個全新的代號 叫做誰來表示 SY SY 來 這個就叫 SY 好 那這裡是不是N 來那請問同學 標準X是什麼 標準X就是 離差平方和 除以什麼 除以N 然後再怎麼樣 開根號 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有些人到這邊就覺得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 離差平方和除以N 叫B移數 開根號叫什麼 標準X 就這樣子 這只是個代號而已 那SY 來你告訴我 他是誰呢 就是SY 除以N 再開根號 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 然後從這裡 你又發現一件神奇的事情 這裡有根號N 這裡有根號N 相乘就變N 這個N跟這個N 就怎麼樣 就消掉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發現 哎呀 原來我們的相關係數 他也可以長得像 這個很漂亮的樣子喔 來上面叫什麼 SY 下面這裡叫 根號的 SXX 再乘上根號的 SYY 我現在很明白的跟你講 這個要會記 這個要會推 都要知道 為什麼會長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嗎 休息分子秒 先看一下 相關係數的 這個定義公式喔 為什麼他公式要長成這個樣子 你要大概知道喔 然後你要知道 他可以推出 他也會長成這個樣子 有沒有問題 先看一下 這都要記喔 因為考試他可能會給你各式各樣的條件 有時候他會直接給你這些什麼 SY 有時候會直接給這東西 有時候會給你什麼 SS SY 對不對 什麼條件都有可能 給你 然後這裡我想要講一些事情 不要記對不對 這怎麼記 這怎麼記下來 有號面積到 不是 這個公式喔 這個長相有些人會記錯 我教你我高中怎麼記 但是我們高中的記法 是這樣子 你先看我這邊 我們那個年代比較保守 所以我們那個記法 涉嫌有一點性別的歧視 來你聽一下 我們以前高中老師是這樣教 他說 要記這個東西很簡單 就是說 SY 就是假設一個是男生 一個是女生 如果男生跟女生交往 就是很正常嘛 台面上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是兩個男生要交往 或者兩個女生要交往的話 要under the table 要台面下 而且要躲在根號裡面 這感覺就很容易記了 對不對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我們那個年代比較保守 就是 一男一女 男女朋友手先手走在路上 大家覺得 這沒什麼 這很正常 但是如果兩個男生 兩個女生手先手 在我們那個年代 會引起大家的側默 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比較不一樣 所以當然有這種情況 這個是要under the table 要寫在下面 要台面下 然後 要躲在根號裡面 這樣才有安全感 你懂這個意思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公式不知不覺 就記起來囉 但是人家如果問你說 這公式為什麼長這樣 你不可以講我剛才那段話 你要用這個推給他看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意思嗎 比如說 老師說 這個同性戀要擺下面 異性戀要擺上面 還好我沒共喔 不是這樣子 我沒有這樣講喔 來 最後的答案算出來 你告訴我 其實我告訴你啊 最後答案你只要看這三個數字就好 58要擺哪裡 上面 就58 我告訴你 你們考試就這樣 然後這個100要記得怎麼樣 開根號 開根號 所以是根號多少 100 你考試就這樣寫 然後這個64怎麼樣 開根號 你不覺得龍騰板的課本很妙 他的數據都漂亮到讓人無法置信 都設計過了 資本主義的 根號100是多少 10 這是8 所以這是80分是多少 58 考試寫這個答案 我就可以給分 那如果他有要求寫到的小數點 這應該是0點多少 725 725對不對 如果他有要求答案的格式 你就要照到規定 不然的話 其實 不用約分啊 不用40分的格式就好 你說 其實我給你講 答案就看他規定嘛 沒規定你寫這樣 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聽懂的意思嗎 就這麼簡單 這樣可以嗎 好 那相關係數就 這樣就結束囉 要不要說一題練習試試看 需要嗎 有沒有練習試試看 沒有沒有沒有 就如果沒有練習 我們就要講新的喔 他講新的啦 因為如果要練習的話 就有一點那個 翻到162頁來 哈囉 我們看一下162頁 可以 162頁 請同學看到 我跟你講喔 他那個立題3 這個立題3 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來這個題目給他三個讚 這個題目給他三個讚 哈囉 他給的數據 哎 他給的數據很妙 來這個 散步圖就不換 他給的數據是怎麼樣呢 來我寫一下他的數據喔 2 4 6 8 10 然後再來是 1 2 3 4 5對不對 同學你看一下那個 我跟你講喔 這個立題3重要重要在哪裡 你知道嗎 你看一下這個題目 他第一個要你畫三部圖 對不對 然後你從他的三部圖他已經幫你畫好了 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請問你喔 他三部圖畫出來這五個點 是不是都落在同一條直線上 是 是還不是 是 好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這條直線的方程式是多少 2分之1 等一下 方程式喔 我先問你 方程式怎麼求 y等於什麼 2分之1的x 對不對 怎麼求你知道嗎 斜律嘛 斜律 怎麼算 斜律叫做m對不對 斜律是什麼差比什麼差 縱軸差 比上橫軸差 delta y除以delta x 縱軸差就是y坐標相減 找兩個點對不對 2-1 橫軸差就是 S座標相減 4-2 所以你應該知道 斜律有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上學期有學過那個叫什麼是 點斜式啊 所以你再找一個點 比如說找2-1這個點的話 有點有斜律 y-1 就會等於 2分之1 乘上 s怎麼樣 -2 是不是就要求出這條直線的方程式 這樣可以喔 好 求出來之後 同學我告訴你喔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一條線 他的斜律是多少 2分之1 但是 你仔細看他下面的詳解 當這五個點在同一條直線上的時候 而且這條直線斜律是正的 你有沒有發現 他算出來的相關係數是多少 是1喔 是不是1 對吧 那這個時候同學你要先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相關係數會不會剛好等於這條線的斜律 不會 通常情況下是不會 這樣好不好 好那我現在問一個 其實是這一題最重要的一個觀念 請問你喔 當你的資料都落在一條斜律大於0的直線上的時候 不管這個斜律是比較小 還是這個斜律比較大 當你的資料 比如說有五筆資料 對不對 五筆資料 對吧 你猜 用這五個點 算出來的相關係數是多少 1喔 那用這五個點算出來的相關係數也是多少 還是1 好所以 這不是巧合 這是真理 課本在例題3 他只是用一個例子 來告訴你說 算出來真的是1 好那現在我要講一件事情 我要證明 我需要證明 證明這件事情 對我要證明這件事情 來現在大家一起想想看 什麼證明這件事情 好